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三国地图 这个三国地图它不是那种组队的 这是一个混战的三国地图 我们这个位置好像是马腾对吧 我看到那个地图介绍 它说这个地方是马腾 下面的城黄色是那个流淫对吧 中间的粉色的是潮潮 然后看那个卫星 最下面绿色是生金 蓝色是牛表 这个淡淡色的是油烧对吧 这是一个混战的三国 不是以前我们玩的那种可以组队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西梁马腾 在这个最上面对吧 我们在最上面就先占中间的游艇 先把中间两个游艇一占 然后甩一个地图 捡一个牛就到袁绍家里挖两车矿对吧 袁绍前期都是比较有钱的 所以袁绍家里有很多彩色矿 看到没有 先到袁绍家里挖一车彩色矿 然后甩一个重工 这个房主是开了有箱子的 而且初始金额三万开局 哎呀这谁被击败的 这边 这边刘备被拘败了 刘备被那个绿色拘败的对吧 绿色是那个孙间东吴对吧 然后我们广快捡箱子 开了有箱子 先把箱子捡了 这个混战的三国我还是第一次玩了 这个地图好像是稍微改动了一下 然后这个袁绍你们看 袁绍要占我的游艇对吧 直接压死他的漏人 然后我们就准备先打袁绍啊 这个袁绍的前期他家里比较有钱对吧 但是他不出坦克 他在造防空着想来偷我对吧 先打掉你的防空 然后点掉你这个坦克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们看下面下面这个孙间 这个东吴对吧 东吴过来救这个袁绍 什么情况 我们广快打这个弹弹射 哎 先把袁绍带走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小绿一直想救他 不行广快撤退 哎呀 但是卡住了 不要拔先咯 卡住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坦克一定要控制啊 不然迷路了 哎 控制先走回来 这你们看到了呢 是这个小绿先动的手的吧 我在打袁绍 他坦克停在袁绍家 保护坦你看到没有 哎哟 他把他基地给摸走了 这下小绿就有两个基地了啊 然后你们看卫星就看得到 那个下面的蓝色好像被击败了 被那个粉色击败了 那个粉色是潮潮的位置的吧 我们先守住啊 哎呀 这下打着打着 一下子就能都没多少了 然后那个上面还有个小黄 小黄看卫星就看得到 小黄那个位置的 是公孙战了 这个反正我不知道叫的对不对啊 反正那个地图的座子 他一进来把这个地图的都编好的名字 对吧 哪个位置是谁 然后这个小绿在打公孙战 哎 我们过来也来偷袭一下你 我在打袁绍 你偷袭我 我也偷袭一下你 对吧 然后广快把坦克退回来啊 先在中间出个兵营 多出一点动员名 因为这个房主开的三万开局比较有钱啊 哎哟这个下面潮潮 潮潮在打这个刘烟对吧 刘烟直接就没了 然后打到这里呢 就成一个三国局面 现在就剩东吴跟潮潮了 然后我们直接冲过来准备先打潮潮这个位置啊 然后直接打他的重工 他的坦克刚回来来不及啊 先把重工干掉 然后干掉你的基地 干掉基地以后呢 广快撤退 先退回来 这个房主呢 他开的是没有超级武器的 本来我想造超级武器 他没有开对吧 没有开的话 那就只能多出重工 把这个钱呢 全部换成坦克 然后小绿再打工生战 我们走过来劝架 先打下油田 现在真正的打成一个三国局面了 现在地图上只剩下潮潮 还有东吴 然后还有我这个西凉马腾对吧 现在这个三国局面 我们肯定要打两家的 这个下面的潮潮呢 已经被我打掉基地了 打掉基地打掉重工 他现在什么都造不了 只能造这个动员兵了对吧 哎呦 这个潮潮在下面还有一个萌军重工 他还能造小飞熊啊 现在小绿发展的要好啊 小绿油田多 矿区多对吧 我们直接先出一个基洛夫 他好多油田了 你看到没有 小绿好多油田 我们直接出个基洛夫 准备拐过去 先炸掉他一两个油田 然后小绿一看我出了个基洛夫 他就打字 他说六 我造基洛夫肯定炸你啊 你可以就这个原创 我直接炸掉你的油田 然后粉色呢 他没有视野了 没了基地没视野 他来一个直升飞机跑地图对吧 直接把你直升飞机打下来 然后基洛夫炸掉他的重工 你们看看我多少个重工 我一下子六个重工了 我这个出坦克速度非常快 这样呢 花钱就花得快啊 我这个钱呢 一下子就花到零块钱了 广快捡箱子 这个下面有箱子广快捡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把这个粉色勾引出来啊 因为粉色那个路口啊 我不太好冲 他守住路口 我冲会被他掐住头 怎么把他引出来呢 我们就假装打这个小绿的吧 打这个小绿 这个粉色如果打到我家里来 我们就飞防 就可以掐住他的头 因为我坦克多 我直接冲过来打小绿 还得随时观察下面的粉色 粉色头一波伞兵在我家 广快用坦克压一下 然后小绿守不住的吧 小绿他守不住 他就打字了 他说粉色 粉色 我就希望粉色出来啊 你看我坦克一直停在家门口 对吧 等这个粉色出来 但是粉色的他一直 没管对吧 他没有救这个 东吴啊 没救这个瞬间 我们直接吃掉小绿的坦克 我这么多冬年兵 你拿着手的住 然后这个小绿很着急啊 他说粉色粉色你在干什么呀 粉色在操作了三个头 你看到没有 他好像去偷我 偷我没事啊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冲着这个绿色家里来 现在粉色就算冲我家也不怕 我可以跟他换家门吧 然后打开围墙 这个小绿呢 直接就受不了投降了 这个粉色呢 好像不怎么废玩了 对吧 他不知道跟这个 东吴 孙牛联盟 对吧 你不跟他合作 他是曹操啊 这粉色是曹操 怎么可能跟东吴合作呢 这个三国历史都知道 这个曹操肯定不屑 跟东吴合作 然后他受不了了 冲到我家里来 冲到我家里来 我坦克比你多呀 你都是小飞熊 我是犀牛坦克 直接把他包起来 左右摇摆 这样曹操的坦克死光 他们就受不了了 我们吸两码疼 直接统一商店 那个地图呢 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主要他开的有箱子 有箱子的经济就比较好啊 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局 每年一小块地 这一局小块地呢 我们就玩一下 这个没有框的一块地了 对吧 这个每框的一块地 玩的比较少啊 有些粉丝还是喜欢 看这个每框的 我们直接先延伸到 淡然社家里来 直接偷你基地 你基地收起来呢 我就偷你的油田 他没有办法啊 因为我们是苏军 苏军的建造速度呢 要比他快一点 然后他被我偷了油田以后呢 他基地动一下 估计要造地堡对吧 管快用这个地堡打他的电厂 把他电厂一打呢 他造东西就比较慢 然后在家里出个漏人啊 把家里的油田占了 你们看上面的陈猫猫 陈猫猫直接在我家门口 放了两个地堡啊 先不管他 先把这个小 这个淡然社带走啊 不然的话 他比较激哄我 光脚都不怕穿雪的 等一下他直接卖基地 造一万个美国大兵过来 我还是比较难受 直接先把他带走 得罪的对手呢 一定要带走他啊 然后你看 他疯狂造兵对吧 但是你的兵数量起不来 你没有电厂 没有电厂造东西老慢了 我们直接打掉你的兵源 然后用地堡呢 打掉你的基地 先带走一个邻居啊 先把邻居的兵源打掉 然后有个三星 这个大兵啊 先躲到后面来 再甩一个地堡 先把他基地打掉 出一个坦克 他直接升不了头墙了 对吧 这个没有框的一块地啊 比较穷啊 这个东西呢 不要乱造啊 我们先造个维修厂 等一下没有钱呢 可以把基地卖掉 这个地图呢 跟我们平常玩的小块地不一样啊 这个地图呢 把基地卖了 是有视野的 以前我们玩的那个地图 卖的基地是没视野的 对吧 然后你看中间的粉色 中间的粉色去抢这个小绿家里的油田 广快过来肥手操 因为小绿呢 在抢地盘家里的油田都还没有站 哎 这个粉色你去抢别人的油田 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来 你肥房了 我们广快撤退 这个坦克千万不要浪费啊 这个煤矿一块地非常穷 我们占了两个油田 也挺多就是造四五个坦克 就造不出来的 没钱了 然后广快打掉你的框场 哎 这个粉色一肥房 你看被我掐住头 坦克死光了 对吧 死光了就守不住了 然后那个陈猫猫呢 延伸那个电线杆过来 打这个粉色的油田 粉色马上就没了 哎 打掉基地 升个三星 然后再打掉你的重工 那个粉色呀 你看他家摆了一排电线杆 你看到没有 摆了四根电线杆 这边呢 又摆了两个地 先不用管他 他电线杆太多了 打他肯定不好打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造东西了 因为煤矿的一块地 这个坦克不要造了 有五六个就行了 用这个坦克呢 多练级对吧 打他的建筑 没血了就回去修 这里有个三星大兵 压过来 你看又生了一个三星坦克 我们现在有两个三星坦克 家里还一个 然后先打掉小绿的基地 先把左右邻居打完 打完以后 这边紫色 紫色在打小红对吧 但是你打小红 你的坦克没有升星 我们直接冲过来 把小红的兵营打掉 然后直接杀到紫色家里来 再把紫色的基地给他干掉 所以说 每框的一块地 一定要多抢油田啊 这样把他们 几个带走了以后 这边再造V3火箭 打这个橙皇色 我们直接走过来圈架 先把他的V3导弹打掉 然后你们看上面 上面那个橙皇色 电线杆打了下我的动员兵 对吧 等一下我们回去啊 这个蓝色不太好准了 你看他又打我的动员兵 我们走过来准备呢 来打这个橙皇色 橙皇色呢 他是没有出重工的 你看 找这么多电线杆 我们直接找地宝 然后三星坦克打他的电线杆 你打我的坦克 我坦克就缩到后面来 等这个动员兵冲过来 看到没有 动员兵是地宝的克星 是电线杆的克星 直接打掉你的电厂 打掉电厂以后呢 然后我们直接测上来 对吧 测上来继续打电厂 他这里面有两个电厂 打掉一个电厂呢 他就没有电了 他卖矿场也没用 我再打电厂 看到没有 这个好兄弟 动员兵相当厉害啊 打这个地宝 打这个电线杆相当厉害 你看到没有 他造这么多电线杆 有什么用 一下子就守不住了 然后橙皇色投降了 对吧 他投降以后呢 他就很生气 他就在上面打字 他说呢 你看 你就喜欢搞偷袭 对吧 我这个叫搞偷袭吗 我这个是明目张胆的打 你怎么叫搞偷袭 你这个电线杆 就算全部放到我这边 也没用啊 我这个动员兵比较多 然后就剩一个小男了 这个小男呢 感觉自己坦克没我多 他把基地卖了 对吧 你看 他把基地一卖 这个坦克数量 就跟我差不多了 而且这个小男呢 他也不出来 他躲在家里一直防守 我想把他拿下来 还不太好整 而且他水里面有个船厂啊 有个船厂呢 我们不能卖基地 但是我也可以卖啊 我有个维修厂 有个维修厂 我可以造基地对吧 等一下打到后面 打着残局 我们可以造个基地 一样可以打得到他的船厂 等一下卖 看他会不会出来对吧 我有这个对手把中工都卖了 把中工都卖了 造了好多好多的兵啊 你看到没有 我们坦克虽然有三星 但是他的动员兵比较多呀 我感觉我的动员兵比较少 管坏我也卖基地啊 等一下没钱 我们也把中工卖了 哦 中工还不能卖啊 他有个船厂 这个中工还得留着造基地 我们多出一点动员兵 你看他把电厂都卖了 造了好多好多的兵 看谁的兵多对吧 坦克多一两个没什么用啊 一定要辅助兵种比较多 我疯狂的造动员兵 然后有一个三星坦克挑逗他 你看他叠死了我的三星坦克 叠死了我的三星坦克 你也丢了两个坦克呀 现在你四个坦克 我也四个坦克 但是我的兵多啊 我有三星动员兵 看到没有 很多三星动员兵 然后大兵呢 兵分两路 分两路 你敢压不 你不敢压对吧 你压就被我掐住头 然后我的三星大兵 你看他的动员兵打不赢 看到没有 一旦他的动员兵比较少 他马上就守不住了 然后他想压 我升了个三星坦克 往后面推 推到后面来 你的兵死光了 死光了以后 我的动员兵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吸收子弹 然后坦克冲进来 直接点他的犀牛坦克 这样这个对手呢 就守不住了啊 他有个船长没有用 我有基地车 我等一下可以吃基地 然后他直接投降啊